第十字幕 李宗盛 第十字幕 李宗盛 什么 把你老爸带过去 为什么 他也许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 那又怎么样 他必须离开这 不然就得死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带的过去 那谁能相信他的身份 谁又能相信我 这是什么意思 到了那边 你就把这把刀 交给八路军的总部参谋长 他看了这刀 就会相信你的 可我怎么才能见到参谋长 这只能靠你见机行事了 我倒是见过八路军的一个干部 但当时也没人给我介绍他是什么人 他们对我并不信任 你见过八路军的人 什么时候 一言难尽 在战俘营的时候 我答应过一个八路军排长的话 就是告诉他们 鬼子化妆成八路的事情 不好意思 你的这份情报 我早一步就送过去了 这不挺好 也许这回过去 会相对容易一些 这得碰点运气了 二哥 你现在处境这么危险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等一切了结了 我就会过去找你的 你手里的这些情报 一定要亲手交给八路军的参谋长 除此之外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放心吧 不错啊 还是个少佐 你的日语没忘吧 还能应付 明天早上 我会把我老婆送到医院去 你一定要记清楚她的长相 不必了 我进城后跟踪你好几天了 她的长相我早记下了 拜托了 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如果出现什么闪失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就是我死了 也不会让她死 我会把她安全送到的 队长 这一路上会很危险 你一定要小心 没事 只是心里有点难受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这么快就要分开了 连个叙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没关系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对了 你有大哥的消息吗 没有 自从咱哥仨分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你呢 没有 啥时候咱哥仨能在一起就好了 想想当年与花台那一战 打得多痛快 是 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次战斗 六百多人 今生几个兄弟 你说会是谁出卖的我们 行了 先不说这些了 我还要马上去见一个人 谁 开门 我是于豪明 警官有变 王志东牺牲了 这是张铁城送来的 就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人 对 他确实是从老顶山那个秘密兵营里逃出来的 我们的判断没错 那支小分队 是为了C计划准备的 目的就是 刺杀你们八路军总部首长 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军装 还专门让战俘来训练他们 而且他们格格身手不准 很难对付 他们行动了吗 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地 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回避 可我们的电台已经被敌人搜走了 电报员也牺牲了 那不是还有地下交通站吗 敌人最近非常疯狂 交通站也遭到了破坏 再说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主动联系他们 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那好 这样 让张铁城去 他这个人有庸有魔 跟那支小分队打过交道 现在你们的交通站又瘫痪了 可以让他把情报送过去 他可靠吗 我信任他 特殊时期 要向第一时间把情报送出去 现在只能靠他 发现吧 他受过特种训练 没有什么任务 是他完不成的 好吧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向你回报 说 是百合 百合很可能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乎大义呢 我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你 到底怎么回事 是这样 我们在盗取情报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现场 随后就开枪杀了鬼子兵 他现在身轻恍惚 已经失去控制力 我必须尽快把他送出城 果然鬼子会把他查出来 按照川刀正雄的个性 一定会杀了他 那样 我也会暴露的 可他走了你一样不安全 我自有应对的办法 好吧 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我需要一辆汽车 什么时间行动 明早八天 百合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记住 我始终在你的身边 我爱你 我知道 按照我说的去做 手里面有戒指的人 会来接你 然后就跟他走 我会去找你的 你会来找我吗 会的 我一定会的 进去吧 你好 百合小姐 你好 滚色 又会长 那个 夫人怎么了 昨天晚上受到点惊效 没什么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没事 一点小毛病 来开点药 游会长 你听说了吗 剑刀死了 什么 昨晚到川岛将军那儿偷东西的 就是那个剑刀 他是酒厂老板的二儿子 叫王志东 这家伙我还认识呢 我真没想到 他就是剑刀 不是 那知道哪儿得来的消息 可告诉你 不是 是真是假 咱不知道 反正日本人一早就带人去酒厂了 抓了好多的人 还从他家里搜出好多的枪 还有炸药 这家伙很会玩炸药啊 说昨天晚上 有几个人就是被炸死的 他自己也跟着上了天 真没想到 这剑刀就 就这么死了 是这样 您好 这些我们都可以踏实 对了 这日本人 是怎么知道他的老窝的 这还用问吗 屁股都想得到 一定是贾海天 几点了 余和尚 查五分八点 我不跟你劳了 我得去查岗了 不能被人抓了画瓣 回家啊 来 你只说死去的哪个人九使尖刀 他叫王志东 是酒厂的二少 人家都叫他金二少 平时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喜欢玩枪 会造炸药 现已查明 上次袭击皇军特种医院 就是他干的 他就是剑刀 那于浩铭呢 之前你们不是怀疑他才是剑刀吗 现在还这么认为 于浩铭的嫌疑还是不能完全排除 昨晚 燕松太军查过了 他并不在家 按理说百合小姐受到了惊吓 他应该在家安慰他 而不是那个时间出去 昨晚起因王志东的那个人 会是于浩铭吗 不 他当时和我在一起 我在送他和百合回家的路上 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尽管文件里没有详细内容 但是其他文件泄露出去 台行山八路军同样能判断出 我军的战略部署 机密情报丢失 是我的失职 严颂四郎愿意接受惩罚 好 你知道就好 随计划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你们要记住 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计划的失败 所以你们都不能给我放松 明白吗 是 报告 将军队下 有重大发现 什么 敌国士兵身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并不是昨晚那个中国人的用强 而且 他是背后重弹 从射击的角度推断 是 是什么 是当时百合小姐站的位置 你丈夫于昊明让我来接你 是百合小姐吧 你丈夫于昊明让我来接你 是百合小姐吧 是 赶快跟我走 汽车就在门口 快 开快点 是 慢点慢点慢点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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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м 在 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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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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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女人是谁吗 谁呀 余会长的老婆 日本人还是传道将军的侄女 你查她不是找死吗 我不知道啊 明白明白 快放行放行 太军走好走好 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 看着百合远去 望着百合远去 于昊明的内心是那样纠结 百合还没有从杀人的阴影中走出 他渴望牵着妻子的手 将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但日军冒充八路军战士深入后方 暗杀总部首长的计划 以真相大败 为了彻底粉碎日军的C计划 他毅然决定留下 继续打探敌人的详尽部署 但他并不知道 等待他的 会是什么 我们要去哪儿啊 安全的地方 他在那儿吗 对 他会到那儿找你 什么 百合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看见他杀了一辆汽车 开车的是个哨索 尽管南门出城去了 他出城去干什么 这个还没有查清楚 宇昊明呢 我没有惊动他 这件事 宇昊明有重大嫌疑 抓 好好的审查 仔细搜 是 瞎仔细一点 许昊明有毛红 脸 喜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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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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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都别开枪 有故事鬼呢 大爷哥 这是什么呀 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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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什么 什么 这不是生啊 人家玩的 好好伤 快走 这边 快点 快走 快点 快走 走 我早说过 早晚有一天 你我会在这种环境下对话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如果你一心想这样 什么时候你都会得逞 说吧 你为什么不在宴会上 跑到传道将军的办公室门口 干什么去了 我已经说过几百遍了 我不想再回答你这种无聊的问题 那你回到家里 为什么又跑出去 外面枪声不断 一犯还在逃脱 职责所在 我当然要去抓他 狡辩 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们的士兵可没有死 他还活着 这样最好 你可以去问问他 当时我在干什么 告诉我 百合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 我也正在找他 有人看见 他坐上一辆汽车 跑到城外去了 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你说什么 跑出城外 他出城干什么去了 不要再演戏了 没有用的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秋雪被劫职 邓永年被暗杀 百合也跑了 你能说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吗 有关系 你承认是你干的 冻冻脑子吧 秋雪是我的亲人 邓永年被安排到我的手下 百合是我的妻子 总能说跟我没关系 放我出去 我现在就要去赵百合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谁也别想阻拦我 剑刀 不要再装了 又是剑刀 严宋四郎 你还是不死心是吗 你说什么 我知道 因为百合 你一直嫉妒 诬陷我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一个心里变态的家伙 想用这种方法来整死我 好得到百合 你胡说 我说到你痛出了什么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百合给藏起来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对百合有半点伤害 我不会放你 我发誓 虞昊明 你真的很狡猾 不过这次没用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就等死吧 快走 进去 快点 进去 走 老实点啊 都在这儿好好待着 我是自己人 快去把村干部叫来 我有话要跟他说 什么 把村干部找来 你想法倒是不少 快去把村干部叫来 把村干部叫来 耽误了事 老子饶不了你 小鬼子 你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跟我吼 我说了我是自己人 我要是敌人 能那么容易让你们抓住吗 赶快把你们村干部叫来 我有话要跟他说 有没有败荷的交信 虞昊明 我真的很想看看你演的这出戏 来咱们收场 走吧 走吧 说 你什么人 自己人 自己人 自己人你穿这身衣服啊 我刚从鬼子那边过来 我穿这身衣服方便 说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过了我是自己人 我要到八路军总部见首长 见八路军首长 想干什么 我有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要交给首长 情报 那来我看看 那不行 情报都在我脑子里 我得见到八路军首长才能说 你还见八路军首长 你想见就见 有啥了不起的 我之前就见过 哪位首长 在哪见他 这 具体位置和首长的名字 我还真没问 也没人告诉我呀 也没人会告诉你 你小子还挺能编的 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好人 像个特务 那个你认识你什么人 你媳妇还是想好的 行行行 那是我兄弟媳妇 兄弟媳妇 兄弟媳妇你带着干吗 我 我跟你说不清楚 有啥说不清楚的 我跟你说 说不清楚就是原则问题 说不清楚你就是个特务 我就得把你关起来 村长我跟你说 他真的不是我媳妇 他是我兄弟媳妇 是我兄弟让我把他 带到那边去的 他让你带 那他怎么不带 我说你 你这不胡搅麻缠吗 我看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 来人 把他给我压下去 那大伙我反省反省 别动 想干什么 村长我告诉你 我是地下交通员 我是从长治来的 我身上有很重要的情报 必须马上交给巴鲁军首长 要是耽误了 你我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刚才为什么一直不说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然我干吗冒着生命危险 跑到这儿来啊 我还是不相信你 孙长 那你怎么样才能相信我呀 要不这样 要不这样 你派民兵跟着我去 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反正这是你们的地盘 我又跑不了 这样总行了吧 你知道巴鲁军总部在什么地方 当然知道 马铁 我有车 快的话一天就能到 行 我可以带人跟你去 不过你小子给我听好了 千万别给我耍什么花招 你要是耍花招的话 我在路上就毙了你 走 村长 我们都已经饿了半天了 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吃的 儿童子 去你儿腿那儿 住碗面去 不不不 是两碗 我们是两个人 两碗两碗来来来来来 好 臭小子你听着 我得把你这身鬼子皮给扒下来 看你这事一副 我就想揍不明 老师 李浩铭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有百合的消息吗 这个问题 应该我来问你 作为丈夫 你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妻子 可是你呢 百合失踪了 你连他去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已经到责任了吗 我会找到他的 告诉我 是不是 你把他杀了 你把他杀了 我杀他 没错 因为他发现了你的秘密 你怕暴露自己 就把他杀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就是监盗 百合发现了这个秘密 你为了保全自己 所以 你就杀了他 我不明白老师 为什么会这么说 还是说说 百合为什么会开枪射杀帝国使兵吧 我已经说过 他的枪口 对准的是那个从办公室里溜出来的人 当时我们扭打在一起 百合开枪 是为了保护我 结果意外射杀了帝国使兵 这让他很内疚 你胡说 是百合知道你是地下党要开枪杀你 你发现自己行动败露 不得不将他送出城外 这是你的凭空猜测 那你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回答过无数遍了 你可以去问一问当时战岗的士兵 你不是说他还活着吗 约浩鸣 你还敢狡辩 你是地下党 那就拿出证据来 走了 于浩鸣不要低估皇军情报机构的能力 我可以告诉你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就是监道 如果你承认 我会看在我们师生的情面上 留你一条性命 如果你继续顽抗到底 那我也爱莫能诛 我只能告诉你 我于浩鸣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从前没有 现在也一样 我现在倒是很想知道 百合的枪是谁给的 给他做什么用 说吧 你是不是尖刀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好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 我很遗憾 我也很遗憾 对不起 嗯 嗯 这年头啊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整天要防八路 防地下党 还得防着身边的恶狗咬人呢 现在好了 大树要被罚倒了 赵队长 您觉得我说得对吗 你是在跟我说话 老赵啊 咱们都是在一个屋檐下谋生 犯不着跟我装枪做事 更不必在我背后捅刀子吧 这么说 有人打贾主任黑枪啊 谁啊 怎么回事 都是老郎中 别给我下这种方子 有意思吗 你赵喜贵比我年长不少 兄弟我尊重你 不跟你一般见识 但你要跟我玩阴的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贾主任 你这种尊重可真是太特别了 话里话外满是威胁啊 怎么 你想弄死我啊 我真的挺害怕的 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谁要是敢挡我贾海天的道 借他人之手整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好啊 那咱就把话挑明了吧 你认为我挡你的道 我挡你什么道了 又怎么借他人之手整你了 好 那我问你 庞会长的事情 是不是你在于昊明面前煽风点火 让他误认为是我把那个庞胖子给弄死的 不不不不 人家都已经死了 你这么称呼人家不大好吧 你少跟我嘻嘻哈哈的 老子没辜负跟你斗闷子 不是你气性够大的 当我老子 你也不怕折兽 庞会长的事情 新明会的人无人不晓 老弟 你凭什么就认为是我跟于会长说的 他不是被八路消灭的吗 为什么要说是你弄死的呢 你这不是不打此招吗 赵喜伯 跟我玩太极推手是吧 好 好 我明确地告诉你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谁要是敢踩着我贾海天的肩膀往上爬 我会让他摔得很惨的 你看你这话说的 贾主任年轻气盛少年有成 你是皇军眼中的红人 日后飞黄腾达了 我还指望你提起呢 又怎么会踩着你的肩膀呢 言重了 也看敌你哥哥我了 别给我盼心情 我没那个福分 好 那我还是叫你的官称 家主任 你这 个畜生就不该说什么人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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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药明 你死到临头了 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可以看待 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成全你 生生吧 颜总子了 你还是多成全一下你自己吧 想想你的家人 他们也许不知道 你会走到今天这个结局 给你的父母留个口心吧 我一定会带到 你有吗 你真能带到我 当然 告诉他们 我从来就没有做过 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我死而无恨 不如告诉他们 你是地下党 是尖刀 这样他们也许会接受你 我是中国人 仅此而已 我唯一能向你保证的 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痛苦 我唯一能向你保证的 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痛苦 那給他 给了证明尔 看 我特意 谢谢啊 来吧 吃碗面吧 你欺骗了我 你听我说 千万不要大声说话 现在还不能让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我要见浩明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山里来 我说了你只有到了那儿才是安全的 如果你还想见到你丈夫 就一定要听我的 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活坑 你不是很好吗 你用你的行动 证明了你的清白 老师的手段学生自愧不如 好了 我知道你这是气话 我可以原谅你 说证件事吧 由于文件被盗取 我们对太行山上八路军的进攻 必须提前开始 好美军 你有什么想法 我现在只想知道白鹅的消息 他怎么会跟别人走了呢 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白鹅被这个叫张铁城的人 接走了 他是战俘 前不久刚从战俘营里逃出来 可是他为什么要截持白鹅呢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行动 我又派人杀他 他想报复 所以才会把白鹅当作人质 好让自己逃生 现在 他们很有可能 已经逃到了八路军的占领区内 这些 您是怎么知道的 不该问的 你不要多问 要知道 接纳现实 是远离不幸的第一步 白鹅只不过是一个女人 一个可以为帝国圣战 随时现身的女人 可她是我的老婆 都是我的错 我没能保护好她 错误和过失 不是你放弃的借口 而是你继续奋斗的动力 老师勋诫的事 请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要把百合给找回来 机会 要靠你自己去争取 我知道 您是一个干预担当的男人 不过眼下 那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要完成C计划 明白吗 浩鸣愿意为老师效力 还好 我们的一支小分队 奉命进入第一战区 执行特殊使命 现在我派你 率领一支由当地人组织的小分队 前去配合他们 什么时候动身 就这几天 你去准备准备 是 库宇昊鸣 玉昊明虽然通过了测试 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对他的怀疑 您为什么要让他参加这么重要的行动 万一他真的是尖刀呢 放心吧 要是他真的是尖刀 那里就是他的坟墓 马上 成功 准备 那里就是 和杰克 梅 准备 你 将